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大仙 咱们期待19的S19终于到来 许多同学还对新版本的改动一知半解 想要上分快人一步 不多了解版本知识 怎么能行呢 那上期内容啊 咱们就中路英雄及兵线改动 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讲解 本期咱们就先来聊聊打野 众所周知啊 S19不受攻速改动影响的野核 就是寒信培金虎了 但许多同学表示啊 强的是寒信 并不是打野玩家呀 难道新版本对打野玩家 就这么不友好吗 其实不然 来看这条更新内容 新增一组击杀暴君 或先知主宰后获得羁绊 其效果为击杀暴君先知主宰后 buff持续期间 仅对暴君和先知主宰降低50%伤害 该buff对黑暗暴君和暗影主宰并不生效 原本的羁绊buff更正为 黑暴暴君或先知主宰的羁绊 进游戏看一下 击杀暴君后会获得蓝色牙齿的buff图标 内容是 对暴君先知主宰的伤害减少50% 当我们召唤出黑暗暴君再次击杀 又出现了一个红色牙齿的buff图标 可以与蓝色牙齿的buff并存 内容是 对黑暴君暗影主宰和风暴龙王的伤害减少50% 由此可见 红蓝两种羁绊 对于10分钟前后的中立生物互不影响 蓝色羁绊只会在10分钟前 影响你对主宰和暴君的伤害 在10分钟后 即使蓝色羁绊挂在身上 对于是否开龙的决策也毫无影响 有的小伙伴就会问了 打仙 你想这个算是对打野的加强吗 不玩打野的玩家肯定一笑了之 但是打野玩家可是乐开的花 以前当游戏进行9分钟左右时 如果队友开龙并击杀 挂上某种羁绊的debuff 则会严重影响10分钟后一段时间 对于黑暴暴君和先知主宰的掌控 那如今利用大蓝牙和大红牙两种羁绊 将其区分各算各的 那10分钟内有机会开龙的打野 可以尽情的掠夺资源扩大优势 不用为了黑暴暴君和先知主宰而担心 怎么样算是一包加强吗 那聊完新版本的打野的小细节 再来看看新皮肤方面的进展吧 那近期创意互动营发起了一项投票 是关于小乔天鹅之梦的重绘方案 官方美工给出了两种方案计划 分别是方案一 黑白天鹅携手共舞 简单直观 何方二 白天鹅在武士休息 镜中的自己却变成了黑天鹅 很具有故事的延展性 两种方案虽然是初稿且未上色 却都经得起琢磨 让这款皮肤更具观赏性 那除此之外 官方还公布了新版天鹅之梦的概念图 那小乔的天鹅之梦将会以黑天鹅的形象示人 局外展示中将由娇小可爱的白天鹅 蜕变为成熟优雅的黑天鹅 那美工采用蓝黑渐变的长裙设计 融入包括刺绣 薄纱 羽毛 染料 皮革和透明塑料等材质 搭配青纱质感的武器常善 塑造的小桥神态游里写满了故事 那之前无论是哪款方案胜出 无疑都会让这颗荣耀水晶更具价值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黑天鹅重归峡谷后 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艳的改动吧 好了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近期我也会加紧练习 尽快给大家带来一期静的进阶教学 我们下期再见